他真的要趕快好起來 要不然粉絲都在期待直播啊 對不對 他不趕快好起來 觀眾真的會認為 我是敏聖的發言人 他的開刀的新聞 比我演唱會還多 欸 哈囉各位牛粉們 好久不見 我是故障 羅士豐 AKA張敏聖發言人啊 你靠腰啦 對啦 我發言人 首先在這裡感謝大家 對我姿子的關心 然後也讓大家擔心了 現在很不好意思 敏聖經過這兩個禮拜的休養之後 他手術的部分也已經好很多了 但是因為身體的免疫力也降低嘛 也比較弱 然後又打了這個麻醉劑之後 在休養這一段期間 竟然又確診了 真的傲少年耶 本來原定這一週 我們要一起直播互動 就是要在這裡跟大家說 真的不好意思 70萬QA直播我們要改到 下禮拜五 4月28號的晚上9點 好 但是這個禮拜大家就不要失望 這個禮拜五呢 一樣有我去馬來西亞的影片可以看 有我跟熟龍姐的互動 所以本週五晚上的9點 我們不見不散嘿 最後70萬的這個QA 你們如果有什麼想問的話 趕快在下面留言 越尖銳越好 我不一定會回答你們 好 OK 拜託各位 好 OK 阿銘聲有沒有好一點啊 有我們下午跟他通電話 當然他咳的還是很嚴重很厲害 他說他腦子會咳出來 我靠真的 他真的要趕快好起來啦 要不然粉絲都在期待直播啊 對不對 他不趕快好起來 觀眾真的會認為我是 是銘聲的發言人 他的開刀的新聞比我演唱會還多咧 而且新聞還說是你開的刀 阿對 我在客台很多那個長輩碰到我都 欸 你身體怎麼了 你為什麼又開刀了 我說不是我啦 是我子子啦 對啊 你的賴臨爆掉 對對對 老人家都看標題 對啊 你還在錄喔 不要錄了啦 喔 真的不要啦 我們來去吃宵夜好不好 然後 拍給銘聲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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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給銘聲看